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大家好,我是虫虫 今天呢,online更新了这个一个新春版本啊 这个年兽上市 这个年兽呢,它上线的这个感觉呢 比测试服要好很多 起码有自己的这个头像啊 我原来以为可能是一只马之类的 结果是这种类似于狮子之类的东西啊 脑上长个脚,有点神话 神话里面那种神兽的感觉 然后呢,挂了一个可爱的这个类似中国节的 这样的东西,庆祝一下,行春佳节嘛 这个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模式啊 然后这个我们肯定啊 这个咱们这种三国杀的狂热者 肯定会祖传来虐电脑的嘛 又虐AI啊 这个跟测试服相比,它智能非常多 它智能很多啊 我们这个边上,就它一般打先锋 一般来说它是打先锋的 优先打先锋,偶尔会给大将一道 中间的这个人会被被保护得很好啊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朋友有一个马超 还有我选了一次庞德啊 都被年兽给揍死了啊 所以这是很猛的啊 不仅会出杀,会出锦囊 会借刀,神马都会啊 这个,而且呢 这个它还会防酒杀的啊 这个年兽很智能 然后呢,它就是提供了玩家一个 新的一个模式啊 比的是谁打出的伤害高 并且有个排行榜 现在排行榜上看不到 但是只要你打出40点以上伤害 排行榜会有一个显示的 那我们大家打了这个几局吧 这个自由选选将 然后自己搭配组合一组合 比如说这个刘备鲁素跟双头 对吧 然后呢,这个 比如说潘马跟成功的配合 比如说成功跟许鼠的配合 比如说刘备跟点为的配合 那我们都试了一试 然后呢,觉得 重重觉得呢 最有潜力的组合就是这个组合 然后给大家先放一下啊 我们看一看这个组合啊 那这个组合毫无疑问啊 肯定会有我们菜刀流啊 就有小关章 对吧 但是就是说 这个组合呢 它是其实是可以 可以说是看人品 如果你人品不好的话啊 即使有刘备跟这个鲁素包养 你也是抱不起来的 我们看啊 我有AK 其实有AK 但是我只有两张杀 然后这样的话呢 鲁素把年兽的牌 撸给刘备 这里边我就可以保证 我每杀必中啊 它不会出闪 那时间依然是 在这个有限的七分钟之内啊 这个大概你战斗的时间 只有六分半 然后呢 这个看你打掉多少滴血 好 我们这个复活判定是没有成功的 好 重铸一下铁素 来了个古定刀 这样这个bug组合呢 它出现 它就出现它的优势地方了 我们 我们这个 肯定是就是 古定刀是 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 比较强势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这里边就是说 年兽啊 它开桃园都相当于回血 本来打出的伤害就又少了一点啊 好 我们这边撸 因为有了古定刀 所以让这个小关章的发挥 达到一个极致 每回合都相当于吃一个九杀一样啊 咱们看复活能判定 好 判成功了啊 就是说它很吃手气 如果你判输的话呢 其实这个 嗯 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判输了的话呢 你这轮 你可以AK继续杀 然后下轮再输啊 而且呢 它并不要求你每轮都成功 两轮复魂成功一次就可以 因为你复魂成功了 你会把你手中所有的红牌都打掉啊 所以呢 下轮你即使再成功 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红牌了 好 所以咱们这个只要保证两轮复魂成功一次就OK 杀 好 这里边我们留一张过拆 以防止它装藤甲装八卦之类的 其实留一张杀是更保靠的 防止它的借刀 好 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刘备给我的牌啊 就这回合我就没有红牌了 我都是黑牌 对吧 看我自己裸摸了 好 这个没有摸到杀 然后判定能够成功 这边决斗不要忘记用啊 像最好的结果就是 最好的组合就是这样的 鲁素这里边起距离 然后呢 能在焕空年兽之后 杀它一刀啊 这次我们看多了一张闪跟五风灯 那希望这轮能判成功啊 判成功可以多出多两个伤害 没有成功 对吧 那咱们这里边就是九杀它 然后留红牌啊 我们留个过拆 主要是为了拆八卦跟棚甲 然后把刚刚的红牌续爆了就当了 这轮只要判成功 一样是可以 就跟上轮判成功的 这个打出的伤害是一样的啊 好 这轮又判失败了 如果说这轮判成功的话 打出的伤害会更多一些 是吧 然后没有判成功 这样刚刚那几 我们可以看吗 我扔了大概能有红牌加杀 有五六张吧 一下就少了 呃 10血啊 要么杀过去就是 两血 好 太成功了 那咱们成功的话 就是 怎么说呢 我这个没有保证两轮一成功啊 呃 三轮一成功呢 如果能保证两轮一成功的话 伤害能打得更多 然后呢 因为他可能是有bug啊 就是有一些服务器的需要更新之类的 所以呢 这个有一些卡啊 好 那这局比赛呢 就是我打出了54点伤害 是我们这三个人的组合 就是运气很好 对吧 很快就有骨定刀了 嗯 这个 而且 傅魂呢 没有每次都判成功 判成功两次 加骨定刀把伤害最大化 就是说 这个组合可以把所有的牌都用出去啊 呃 当然黑色紧呢 就拉倒了 所有的红牌 他都能转化成杀运出去 用出去 但是是PNRP的啊 好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组合 呃 这个组合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的这个菜刀的组合 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伤害最大化 能伤害最大化的一些武将 比如说许楚的裸依 比如说潘马的 你全身都是破绽啊 你满身都是破绽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选一个潘马 我们可以在两边的这个位置 选一个许楚 或者选一个点尾 啊 我们把手里面桃子转化为伤害打他 把武器转化为伤害打他 就是说 你把你的手牌最大化的利用 打成伤害啊 所以呢 这里边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成功跟潘马的一个配合 我们也 我们也想到了啊 成功流血跟潘马的一个配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说 随机了这么多次 流血都没有出来过啊 那我们这里边就是 这里边这个先锋 这里就选一个四血的啊 因为他可能会揍先锋 所以呢 你要考虑到 别别三血脆皮 被人打趴了 打趴了少了一个人 就打不出那么多伤害了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 这里边他选了元术 元术呢 就是 我们还有一句是 这个地方选了个小关章 小关章如果复门判定成功 可以帮潘马 很好的进行一个清闪啊 那元术就不用说了 嗯 他在这个组合当中 元术并不是说 多么的bug 因为这是一个三拥的元术 年兽 还有成功 都是群雄 只有潘马一个是五国的 他是一个三拥元术 每回后就抓三张牌啊 抓四张牌啊 过四张牌而已 两拥元术 说错 说错 然后这边咱们看啊 嗯 就是说我成功呢 只要是有杀 有杀自己杀他 然后把这个装备给潘马啊 潘马起手还是有这样吧的 我们这里边就是给潘马一个装备啊 对 装备 因为我下回合还好处杀呢 再一个就是说 年兽呢 相比不怕乐和兵 黑牌都相当于他的兵过 红牌就相当于他的乐过 另外个人感觉为了节约时间 相互封门这样的牌就不要开了 因为总有无限的毒条 我们这里边杀够多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给这个潘马一张杀 这样就是说 呃 元术这边能保证每回合出一张杀 清一下年兽宝宝的闪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让潘马的说出最大话 每回合打出两点伤害 然后这个组合呢 就是说 他是一个 呃 不像刚刚的小关章那么偏人品啊 他是一个这种稳扎稳打的这么一个节奏 呃 就是说呢 他这模式给了大家无限组合武将的一个可能性 一些万金油的武将 比如说陈弓 比如说刘备 他们在这样的组合当中所 呃 体现出来的那种优势就很明显啊 我有些武将在包养下会变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我一直在想如果徐胜把年兽翻了 翻他破均他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啊 没事 没事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选一个徐胜去试一下 你满身都是破坠 再就是说呢 呃 你在这个组合当中有一个过牌量高的武将呢 可以帮你这个 拆一下这个年兽宝宝的八卦 拆一下他嘉宜马 拆一下他距离 对吧 保证拍马的一个输出 要不然就没有这个满身都是破坠了啊 大汉天下 已伴入我手 闪 玉玺在手 天下我有 无中生有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 啊 我们这里面看潘马能过什么台 这样可以发动他这个夺刀啊 这样的话就是妥妥的啊 还是可以发动他这个案件啊 就是我们这样的武将呢 就是摸牌白嘛 很可能会断杀啊 即使有成功的包养 对吧 那他攒了这些杀用复了以后 可能慢慢的也就会没有杀了 那我们补充给他补充杀啊 让他的叔叔最大化 因为我杀是一血 杀给他的话 这回合凉血 下回合他又能打出凉血的伤害啊 然后像决斗这张牌 就不要跟他用了 你很难拼过他 元树在这里的作用呢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选一个 不断杀的武将就好 主要是为了帮潘马清 这个年兽的闪 让潘马的这个杀能保重命中 这里我们杀足够多 自己杀一刀啊 应该自己先杀一刀的 然后再决个名册啊 都一样 因为好像年兽宝宝 是真的没闪了 一般他要是有AK了的话 他会突突突啊 就盯着这个先锋同学 一个月突突啊 我们曾经被他突死过一次 就是说这局呢 那个有成功的包养 潘马的发挥比较稳定啊 一个元树给清闪 一个成功的包养 我们看哦 这里边又断杀 也没有装备啊 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拼运气的一件事情啊 要是美国会成功 裸摸两张杀的话 就不用说了啊 就会非常给力 会更给力一些 还能吃三个桃子啊 这白打了啊 观众都要看不下去了 预洗在手 天下我有 盘马断杀了 还行啊 杀中了 那这个 这局比赛呢 就结束了啊 这个 好像是 时间没到还是怎么 我快放了啊 快放了 可能这个时间就是有误差的 他这个 战功呢 是40点以上伤害 就会给你战功啊 然后呢 这个 有战功拿 然后也是 也是鼓励大家吧 多参与到这个模式中来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就是 发动想象啊 尽可能的把武将更合理的搭配一下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发现的 这种能打出一个高伤害的 这个组合呢 它比较稳定 它稳定 但是它那个能打出的最高伤害 不会比小观章的那个组合多 对吧 因为 毕竟嘛 就是说都是 大家都是这种普普通通的 摸牌的武将啊 古定刀加 无限杀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刘备加张飞 也打不出小观章的那个 最高的伤害 因为张飞可能会断杀 而小观章复魂成功的话 可以把闪都当杀用出去 好 那那个 这个年兽的这个体验呢 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很好的 这个录像 比如说你的组合 打出什么样的伤害啊 你都可以发给我们 发给重重 发到邮箱里边 然后趁着 趁着前忙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或订阅我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